今天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叫做《这样和世界相处》 作者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阿德勒是个犹太人 1937年去世的 距离现在已经快80年了 他生前和弗洛伊德工作过一段时间 和弗洛伊德既是朋友也是对手 后来他创造的理论和弗洛伊德有冲突 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 各自在自己的理论学派上发展 他创造的这个分支叫做个体心理学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社会心理学的鼻祖 社会心理学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各个大学不管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 都有社会心理学 主要研究人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的心理活动 这也是这一学派和弗洛伊德的学派最大的区别 他更注重人格的整体性 不像弗洛伊德把人格分成自我本我超我那样 他擅长从整体去研究人的行为 这本书是阿德勒去世以后出版的 是一本合集 里面收集了阿德勒一生的重要的思想 包括怎么样去对待自卑 家庭对一个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 怎么培养社会兴趣 怎么样融入社会 这些问题在这本书里头都有详细的解释 如果你总是害怕和陌生人说话 总是觉得和周围的事物格格不入 总是觉得缺乏安全感 根据阿德勒的说法 这很有可能是在童年的时候留下的影响 下面我就挑阿德勒思想中的最重要的三点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自卑的起因和如何增加社会兴趣这三点 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 咱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阿德勒认为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都是对别人的表演 这个表演中包括了自己的生存模式 生活风格 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你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形成相应的生活风格 他认为 早期的生活风格在三到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形成了 所以我们能从一个小孩子的行为 预测出他们将来的生活风格 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在这儿呢 作者给我们总结出了四种常见的生活风格 第一种叫支配统治型 那从名字咱们就能看出来 这种人的风格呢 就是喜欢支配和统治别人 会通过控制别人获得满足 认为啊 我能控制你 就说明我比你厉害 比如说我们经常见过这样的场景 一个小孩特别想买路边的零食 但是他妈呢 怕不卫生 不给他买 于是呢 哎呀 这孩子就在大马路上 撒破打滚 你可不要小瞧这个行为啊 虽然他没有用强权打击 但是呢 他这种手段 就是在试图控制他的妈妈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妈妈妥协了 或者习惯性的妥协 就会给孩子一种 想要不断控制别人的冲动 这会形成啊 他以后和别人相处的行为风格 这种支配统治型的人格 和我们所说的领袖型的人格还不一样 领袖型的人格呢 是通过正当的方式 鼓励啊 合作啊 让别人主动愿意跟随你 支持你 但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是 强迫你 威胁你 反正啊 就是用你不喜欢的方式 让你服从 第二种 叫索取型 这种人啊 做什么事都很被动 从来都不知道 主动这俩字怎么写 就希望啊 有人给我什么都安排好 我就等着吃现成的 比如大家一块吃火锅 总是有人干做的 也不帮忙 就一直问 熟没熟啊 能不能吃啊 只顾着自己吃 这种喜欢坐等吃胜利果实的人 很明显也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这种人啊 在那种什么都包办的家庭里 比较容易出现 因为从小要做的事 都是家里安排好的 吃饭张嘴穿衣身腿 自己完全不用主动做任何事 等到他走出家庭以后呢 他还会继续的用这种方式 向别人索取 他自己呢 往往意识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总是觉得啊 别人对我好 那都是应该的 第三种是回避性 这种类型的生活风格 也挺常见的 就是没有信心 不敢面对生活中的问题 遇到点什么问题 就习惯性的选择逃避 还要死要面子 比如说啊 我觉得这个项目太困难了 自己估计完不成 完不成了 我就会觉得好丢点啊 那怎么办 干脆啊 扼杀在摇篮里 我压根不做 不就完了吗 再比如啊 我想拿一个资格证 但是这个证啊 过关率太低 要是没考过怎么办呢 付出努力还没考过 这就说明我是个笨蛋了嘛 那算了吧 我还是不要报名了 这样别人要问我 为什么没有证啊 我就可以说 我没有报名 总比报了名没考过 听起来要好听一点吧 因为报名是选择问题 但是考没考过 就是能力问题了 第四种啊 是社会利益性 这种风格的人啊 能和别人合作 有着亲社会行为 通常小时候啊 家庭成员相互理解尊重 有着和谐家庭氛围的人 会有这样的生活风格 这样风格的人呢 主要表现的就是 喜欢和别人打交道 热心 会替别人考虑 照顾别人的感受 这也是作者认为 最健康的一种生活风格了 那这四种行为风格 在平时可能表现的差异啊 并不明显 但是呢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前三种都是倾向于躲避 习惯给自己找借口 只有最后一种 会迎难而上 把困难当做一种挑战 而这些风格的形成 大多数都是在很小的时候 在和家人的关系里 就形成了 第二部分 自卑感和追求优越 我们和世界相处啊 免不了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苦难 面对苦难 人会有不一样的应对方式 这种应对方式的差异 是怎么出现的呢 阿德勒认为 主要是对于 优越的渴求 和对自身自卑感的抗拒 自卑和追求优越 是成对出现的 咱们每个人 或多或少的 都会有一些自卑心理 比如说 看到光彩照人的女神 我们会觉得自己差得好远 又比如 见到某个领域的大神 我们也会觉得 哎呀 自己好菜 但这个呢 并不是一件坏事 正是因为这种感觉 推动着我们 摆脱现在这个 不完美的自己 向着更好 更强大的自己过渡 从这个方面来说 自卑反而是我们 进步的动力 最终让我们达到卓越 自卑呢 是有两种程度 一种叫自卑感 一种严重的 叫做自卑情节 自卑感不是病 但是自卑情节 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了 自卑感 是我们每个人 都存在的一种 复杂情感 可能在遇到 某些我们不擅长 不熟悉的事的时候 这种感觉 会比较明显 而且我们在做自己 拿手的事的时候 这种感觉不存在了 比如说 我对我自己喜欢的人 紧张的说不出来话 觉得呢 哎呀 我可能配不上人家 但是我要和其他的朋友 我就可以很正常的 聊天吹牛 这就不能说明 我们是一个 有自卑情节的人 自卑情节 是一种过度的 过分的自卑情感 就好像 一个人做什么事 都往后缩 都觉得自己不行 在生活中呢 只有极少数的人 才是真正有自卑情节的 需要进行心理疏导 所以我们平时说 很多情况下的 第一种的自卑感 就是一种心理的平衡 被某些人啊 某些事啊打破了 比如说年底考核 部门的同事都是A 就自己是C 这种落差 就会打破我们的心理平衡 让我们自己觉得尴尬 在我们受到挫折 产生自卑的情绪之后 可以转化为动力 实现补偿 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 产生了自卑感 通过补偿 建立优越感 来抵消自卑感 强化优越感 这里我们说的补偿呢 有两个方法 一种就是 死磕到底 哪不会我就练哪 就比如说 那些残奥会上 带甲只跑步的运动员 以前口吃的演说家 都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种 就是从另外的方向补偿 比如说 我不太擅长和别人交流 那我就可以做一些 科研啊 创作的工作 这些工作呢 和人打交道就比较少 再比如 有些人有身体残疾 就从事脑力活动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霍金 没有手脚的演说家 尼克胡哲 他们呢 那些都是有着先天不足的人 但是通过其他的长处 来补偿自己 让自己在总体水平上 和大家均衡 这种补偿心理啊 有些时候是好的 但是也有跑偏的可能性 一种就是 自暴自弃的退缩反应 一种就是 过激反应的 过度补偿 过度补偿 是过分地放大 某一方面的成功 或者长处 其实就是为了掩盖 真实的自卑心理 并不是正视了 自己的问题去改正 而是从别的方面来证明自己可以 比方说 游戏上瘾的人 很多是因为学习和工作不顺利 就到虚拟的世界里打怪 升级 获得称号和奖励 在学校里 喜欢打架的孩子呢 也是通过欺负别人来获得 我很厉害的错觉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 盖茨比 就是因为在女朋友面前觉得自卑 产生了追求卓越的动力 在成功以后呢 又通过炫耀性的浪费 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卑 当他心中的女神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卑微 面对喜欢的人 还是不能用平等的态度对待 用阿德勒的话说 就是 这种争取优越感的动作 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 真正的问题 却被遮掩起来 或者避而不谈 退缩反应 就是在发现自己的短处以后 不去进行补偿 就认为自己笨 就是没有能力 从根本上否定自己 这样就容易让自己的自卑感 慢慢地转化成为了自卑情节 自卑感 其实是和我们童年的时候 父母对我们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 父母包容 爱护小孩 小孩就不容易感受到不平衡 如果他们忽视 冷漠 那么孩子们就很容易认为 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容易产生自卑感 那如果家长特别溺爱孩子 那孩子一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会怀疑自己 或者是过度不长 比如一个小孩 她的妈妈经常说 隔壁家的小明学习多么那么好 你看看人家 这个时候 小孩就产生自卑感了 觉得我是个笨蛋 妈妈不爱我了 如果妈妈说的是 隔壁的小明虽然学习好 但是你也很努力 妈妈相信你能做好 这个时候 小孩就会产生优越感 妈妈是爱我的 只要我努力 就可以超越别人 所以自卑带来的大部分怪异行为 归根到底都是因为缺爱 小时候的环境没有办法选择 也不是每个父母 都会正确地教育孩子 他们都是用自己觉得 最好的方式在教育 有自卑感的人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就可以试着让自己忙碌起来 用真正的成绩 建立自己的自信 在自卑这个事情上 只有你自己救自己 别人没有办法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追求优越 人天生就是有自卑感的 也天生就有追求优越感的本能 但是追求优越也是两种 一种是与社会共生的优越 一种是追求个人的优越 阿德勒非常强调 社会文化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 他认为 与社会共生的优越 才是真正的优越 因为虽然我们是独立的个体 但是就算我们某个人 再牛再厉害 你也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 我们的成就 都是建立在 现在社会已有资源的基础上的 这种优越感是对比自己 发现自己有进步 发现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 就和我们所说的纵向比较 有点类似 在这之前我们也说过 如何建立自己的自信 是拿自己和以前的自己相比较 并不是说把你自己和别人比 同时别人对自己的敬佩 也是我们优越感的来源 这个很容易理解 谁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同时优越感还有唯一性 这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既可能是我们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技能 也可能是我们独特的性格 也有可能是我们之前的特殊经历 总之都是别人所没有的东西 这就是追求社会共生的优越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追求个人的优越 这个方式简单点说 就是通过打压别人来获得快感 或者说是通过炫耀来获得关注 通过抨击别人 让别人不爽 让自己痛快 忽视别人的需要 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比如说那些喜欢做一些 过激行为哗众取宠的人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关注自己 这样追求优越 其实叫做优越情节 就是为了显眼而显眼 为了优秀而优秀 觉得快乐的方式 就是让别人一下子感到 自卑和不高兴 他就爽了 上面我们说了 自卑和优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利用自卑 和怎么正确的追求优越 做好这些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心理达到平衡 这个是阿德勒思想中 很核心的一部分 他写过那本 著名的 自卑与超越 就是专门论述这部分心理活动的 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会对你消除自卑感 建立真正的自信 大有好处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阿德勒思想中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社会兴趣 他认为 一个人产生任何病态心理的 根本原因就是 缺乏社会兴趣 比如孤独 缺乏安全感 习惯性的逃避 犯罪吸毒 这些都是因为 这个人没有意愿进入社会 那到底什么是社会兴趣呢 作者认为 其实这个是很广泛的 像合作 互相帮助 人际关系 热情等等 这种正向的内容 都是社会兴趣 就是一个人 自己认识到 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 愿意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而不是活在自己 那个狭窄的世界里 那这种兴趣从哪来呢 作者认为 社会兴趣最初的来源就是母亲 因为婴儿初期的时候 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了 如果母亲给孩子一定的自由 适度的关爱他们 那么将来就会有正确的社会兴趣 如果母亲特别溺爱孩子 什么事都帮他做 不让他受一点苦 那将来 孩子的受挫能力和独立能力 肯定是受到影响的 就比如说前几年有个新闻说 大学生用快递把脏衣服寄回家 洗干净再带回来 这个就是溺爱啊 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个孩子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他感受不到自己 努力获得成就的快感 也感受不到 参与社会活动的充实 长大以后就很容易成为 社会边缘人物 还有一种是放任 就什么也不管不问 这种情况也很容易 让孩子对外界的事情 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们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生活的重点 就很容易被网络游戏 这种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诱惑 他们本身抵抗诱惑的能力也非常差 长大了之后 会经常出现暴饮暴食的情况 我们说了这个兴趣从哪来 那怎么去培养社会兴趣呢 社会兴趣和咱们人生中的三件大事 有很大关系 这三件大事处理好了 社会兴趣的发展就会顺利很多 哪三件呢 分别是工作 生活 爱情 三件事都比较顺意的时候 很容易获得良好的社会兴趣 就能更好的和外界相处 自己喜欢的职业和工作 就会让我们干活更加有兴趣 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 玩着玩着就把活干了 那你试想一下 要是你每天都坐着 一点都不喜欢的工作 怀着上坟的心情去上班 哪能做好工作啊 所以一份好工作 会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对社会的价值 就比如我现在 就在帮助你更快速的获得知识 我就很喜欢这种有意义的工作 在工作里我就有交流和分享的欲望 我也会感觉到很快乐 还有就是生活 这里主要就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比如说参加一些业余爱好的协会啊 和朋友多走动啊 多交流等等 我们可以在这儿 get到一些新技能 更多的是学会了跟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方式交流 能有更多的机会 结交更多朋友 爱情就自然不用说了 大家动不动就感叹 说天天都有冷冷的狗粮 在我脸上胡乱的拍啊 可见 有一个喜欢的对象 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 在这儿呢 作者交给了我们三招 去辨别怎么样去找一个靠谱的对象 第一 这个人能和别人维持长久的友谊 说明这个人比较靠得住 第二个 这个人对自己的工作很感兴趣 那他的未来也就不会差到哪去 第三 对伴侣比对自己更有兴趣的人 就是不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那这样的人会关心人 在这儿呢 还要提醒你 还有几个妨碍社会兴趣的原因 分别是生理缺陷和忽视 有生理缺陷的人 外界总是不可避免的 用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所以如果内心不是特别强大 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忽视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因为忽视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变得自卑 或者就用一些反常行为 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好像小孩习惯性的生病 因为一生病 大家就会围着他转 所以经常被忽视的人 就是存在感太弱的人 在不断地追求自己 在别人眼中的地位的时候 他的行动一定会变得很畸形 犯错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所以说存在感太弱的人是危险的 阿德勒还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兴趣 比如说长子 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 他要带领着弟弟妹妹 这样就会在无意中锻炼他的领导能力 和关心别人的能力 中间出生的孩子 上有哥哥姐姐 下面有弟弟妹妹 他们就更善于和别人打交道 成为社交达人的概率就高一点 最小的孩子因为备受呵护 家人都喜欢逗他玩 所以更容易有单纯 外向幽默的性格 就是这种不一样的性格 也让他们在长大后的工作 生活里有着不一样的关注点 所以说这种早期就形成的行为风格 会影响一个人以后的生活 那你可能会说了 我的父母给我造成的不好的行为风格 是不是就一辈子都这样了 没有逆袭的可能了 当然不是了 因为我们有自我创造性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自卑和补偿 所以说 如果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自己的人生风格不满意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提升的 关键 是先要认识到 自己是哪一种风格的 自己身上有哪些别扭的地方 然后 找到这个产生别扭的原因 通过回想来证实它 用阿德勒的话说 每个人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我治愈的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里作者主要给我们讲了 如何调整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因为早期家庭教育的风格不一样 让我们大致有了四种常见的生活风格 我们一生都在规避自卑和追求优越 但是自卑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可怕 反而可以督促我们进步 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追求优越就可以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在工作生活和爱情里 保持对社会对他人对工作的兴趣 这样一来 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充满乐趣的 我们也就能和社会更好地相处 那这本书我就讲到这了 我为你整理的更多的资料 在文本稿件里 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文本去看一下 阿德勒的这本书其实不太适合快读 因为它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 对人性的洞察需要慢慢地品味 如果你有一些心理障碍 或者总觉得自己 在重复做一些自我毁灭的事情 那这本书就会像一盏灯 带你走出那个从小形成的业障